好的,我的高模就需要在ZB裡面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我需要開ZBrush,然後import目前的檔案 其實我在家裡已經有做了一個再一個 不過我現在用剛剛做的這一個 進來由鐵錘拉,直接按T進入編輯模式 先把它轉正 再按一下Y軸轉向,OK 然後perspective打開,我習慣是有透視角來做操作 在Subtour裡面目前它是單一一個物件 但你知道我有把它拆開來 它事實上是1,2,3,4,4個原件組成 4個element 所以先做一次Sprite,然後Sprite to Part,炸開 好,所以它就會變成左錘右錘 好,然後這個綁帶跟柄是一個結構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這兩個 好,這兩個合併起來 所以我可以選這一層 這個討厭的控制面板 Merge down 我選錯了嗎 不能undo,要重來了 這個操作不能undo,我選錯Layer 所以,等於要重新,要new掉 重新import 這個是新的,這是只有柄,這幾個把它刪掉吧 好,因為我現在已經有東西 所以它會import到我所選的Subtour裡面去了 好,那這一層其實就可以delete OK 這個也是不要delete OK 好,所以 對,Sprite剛剛因為被那個 我要看旁邊那個 那個很討厭的浮動面板討出來 對,這時候要看清楚 這個是環 留這兩個就好 欸,這樣就沒錯 好,這樣就沒有錯了 就可以用這一層 Merge down OK 好,所以這裡一層物件,這個物件 那我就有三層物件可以做操作 好,可以轉正 OK,好 那,垂直在這邊 那就可以開始做操作 Auto點垂直的本體 好,為什麼說那個 那個 平滑那個不中沒有太大的影響就是 因為 我們會進入Dynamesh 或者 直接全部用 就看你要進Dynamesh 還是你直接就一直subdivision上去 應該這個狀態下 subdivision上去就夠用 因為我們現在的面數 應該是蠻均衡的夠用 所以 直接在subdivision上去應該是可以操作的 為什麼我的Auto失效 Auto有 可是我的RuneInRuneOut不見了 然後遮罩也還在,沒有問題 但 少了,操作上有點奇怪 好,沒關係 先改到 然後呢 不是這裡 Linebox裡面 其實我會需要其他的一些筆刷 不在這裡 現在沒有 就是我們之前在ZBrushCart給同學的一些免費筆刷 我們要把它丟進來 好,會比較方便 當然 如果你要用它內建已經有的一些也可以 因為我們會隨時現在需要 先對這裡就好 CtrlD,CtrlD,CtrlD 不行 回來 先Dynamesh下去吧 因為它現在這個地方會受到影響 所以CtrlD的時候要選到 OK Delete Lower 再繼續Divid OK,這樣應該差不多 那個Fone待會兒再來補 好 所以我現在其實 快速鍵都還沒有設定 因為現在是全新的 所以 現在其實會需要用到這種東西 BBB PSP PQR S 我要Polish 指令這裡 OK 好 就會開始需要用這種東西 我們需要對這整個的造型上面做修飾 也許應該是要用Flatten Flatten可能比較好一點 OK,這樣 好,那我就會先用這個東西消出 大概像個石頭的外觀感覺 大概像個石頭的外觀感覺 好,就是一個不規則的組成結構 那當然有的時候需要用到Clay Clay Build Up 補一些補一些 然後再把它刮平 做出那樣的呈現 那這個過程當然現在先不管 就是 然後最終 比方說我這上面有那個 就是我說有那個符文 那最後應該也會在這上面 割出一個 這種東西 那這個可以到時候反正 這個裡面就會是在 Subtenth Painter裡面 這裡面就會畫發光貼圖 好,讓它可以跟外部做 表現 好,不管了 搞笑一下,太陽之錘 那就 先處理成 如果你要弄成是金屬 那就金屬 如果你要弄成 我是希望弄成石頭雕的感覺 所以其實 看一下圖在這裡 所以其實參考圖 放哪去了 這裡 好,那個石頭長下的參考圖 其實已經準備好 結果這個上網 反正就去找抽抽 Photoshop拼起來 那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 如果是這是我要的石頭的表面 在這上面雕 就要把它想辦法弄成 我主要是想要像這種 有葉片和這裡組成 那這些呢 是要看它的質感 就是到Subtenth Painter 處理的時候呢 這個銳角 邊緣角 要這種感覺 然後裡面要有斑點 像這樣子 這種東西 這個掃圖就是要用來做 對應參考等等的用途 好,所以 不管是你的3D 那個原始設定稿 還有你要的質感參考圖 都要先找好資料 然後才開始作業 好,OK 那這邊 到時候反正這個例子 會給 我還是會給完成的Sample 就是 不可能在上課中慢慢搞這個 會需要一個免費的筆刷功能 就是在Brush裡面 我剛剛把它丟進去了 應該就有了 這個 好,之前有給同學 這個很好用 它是一個免費的筆刷 所以我丟到最後 我需要做刻痕 這些都有 然後我現在需要 這個 把它削成 筆刷大一點 要去削的 這個都很好用 像現在 這個來削就比較方便 比較適合做出 那個10塊的 組成結構 那當然除了這個筆刷以外 除了這個這樣子削以外 我們還要再配上 鼓起來 削下去 好,角度再另外想辦法 好,先不管 我現在只先做出 有這種東西而已 好,那還要再配的 也是它的 這裡 像這種 筆刷縮小 好,那10塊的 組成的形態 我就會在這邊 那這個 不一定很 先隨便削一削 待會再來處理 塊狀的結構 好,那 所以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慢慢的組成 大家花點時間 好,其實應該先畫凸再來削啦 我現在只是先大概削一下我要的那種感覺 好 那 就會比較偏那種 美式出礦風的那種 石頭的邏輯 好,大概就是這個概念去注裝 像這個應該 這裡大概需要clay build up補起來 應該把筆刷再放大一點 先補起來再 再削平 好,那這樣子就會比較容易做出 也許就是10塊的那種組成結構 好,那當然這就是花些 真的就需要花一點時間 這樣做 那兩邊不要做到左右對稱 因為這種 這種東西不會左右對稱 好,這種東西不會左右對稱 然後也許掉到最後 就最後了,需要開始加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才在 在這時候才去使用 好,當然你的形體大概都有了 例如像 如果是已經差不多有形了 就可以開始用這個東西 那像這裡 這個如果是Ctrl D,先不管 好,它是金屬結構的 也許有被刻到,撞到痕跡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加一些這種小東西 這裡也是 好,其實這個在Ctrl D之前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現在這個 一樣,就是提醒一下同學 這個東西就是 這件事情要做之前呢 事實上要先開 B 那個 不是Zremation 我按到這個,還記不記得顏色的問題 我按到B 所以它全部被填成黑色 所以剛剛上面那些 都變黑的是這個原因 B Z Zmodel了 又按到V了 好,就這邊需要用Zmodel了的 對Edge做 可以做 Crees,瑞編 然後 應該要Single Edge Loop過去 瑞編或者做 Bever 可以做Bever Edge Loop Complete OK Single Row OK 這種地方 要先做一下這個東西 就這些要Smooth之前 我們不是直接進來ZB 就直接用 這種東西要先處理 因為處理以後 Smooth這裡才會維持 維持這個角 那甚至於我要在這邊加 改成Insert 在這裡 這一圈 加一圈,Edge都可以 現在加了一圈 這樣加一圈以後 你在Smooth的時候 這邊也比較不會鼓起來 就有一些是 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要先做的事情 就是主要是這種 Crees或Bever 這裡都要先做 你如果做Crees的話 就是很銳的銳編 那我是做一個小小的倒角 所以它是一個 小小的柔編在這裡 這邊沒辦法Loop過去 那這個要改別的操作方式 那這樣子應該就要換成 用Polygon 再選一圈 再做處理 那有一些東西是你可以在Max裡面先 比方說那個 我已經知道要加這個Edge 你也可以在Max裡面 直接先做好Bever 那像這樣子做 我就很方便做 後續的操作 可以 比方說如果我要做那個 應該還記得 如果我要做那個 皮帶的 那會用到哪些指令 這樣子就 整支可以很快的 把它的高膜大致做出來 那材質就不用管在這裡做 我們也只要高膜 那 只要你沒有把輪廓線搞得太誇張 這個D模很好做 因為這在Max裡面重建 這個D模也很容易 好 那就可以 我是建議在 像這種模型最好在去 那個Max裡面拆完 因為在Max裡面比較好控制 拆好排好 你去Subtimes Panda拆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先幫它拆好零件 它可能一拆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因為它是用Pair的邏輯去拆 整個物件會拆成一片 所以 基本上還是要兩邊的 應該說需要三套軟體 互相之間傳送來傳送去